河中的珍珠 这就是和传说 我喜欢野营在这里爸爸 讲个故事吧爸爸 就是你经常讲的那种古老的传说 让我看看 你们看到那些鹅了吗 就在水边 是的 你们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吗 快说吧爸爸 仔细听 这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的人们对珍珠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它们就生长在河流中一种叫做河豹的东西里 在河边有一个村庄 就像这里一样 那个村子里的人们辛勤劳作 生活幸福 只有一个人内外 难吃 我才不要吃这个 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 我讨厌肉汤 给我做些馅饼吃 你 你这个没用的傻瓜 我和你妈妈整天在地里干活 而你一天到晚无所事事 就知道懒洋洋的躺在树下 要么就是花独木舟 你起码应该对你所拥有的心存感激 感激 对你吗 凭什么 如果我的父亲是国王 我就活得像个王子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能住在宫殿里 但我却不得不住在这个屋顶漏水的破屋子里 一星期前 我就叫你用树叶把屋顶上的那个洞堵上 如果你不尊重你的家 你就无权待在家里 滚出去 今天你没有晚饭吃 今天没有晚饭吃 说的好像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似的 真难吃 德雷克去河里华独木舟 突然一道闪光映入他的眼帘 他看见亮光来自远处的岸上 从一个耀眼美丽又巨大的河棒里面射来 河棒里面躺着一个姑娘 一位天使般精致而且华丽的仙女 戴着一条布满了最闪亮最美丽的珍珠的腰带 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景象 那些珍珠甚至比钻石还要闪亮 那道光就是从这条腰带射到德雷克眼中的 这 谁 这 这是谁 当德雷克看到这条漂亮的腰带时 他就想要得到它 他朝思暮想 心中只想着拥有那条珍珠腰带 哦 我要是戴上那条腰带一定很好看 我会看起来比最伟大的王子还要伟大 我一定要得到那条腰带 一定要 要是我能摆脱那些守卫就好了 于是每一天晚上他都会划独木舟到河里去 就是为了看看那条腰带 一天晚上他看到河棒里的仙女睡得很熟 没有守卫在那里 德雷克划着独木舟慢慢地小心地靠近岸边 然后他下了船 点着脚尖朝河棒走去 他下定决心要偷腰带 你想偷这条腰带 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对吧 我 我 你们人类常常想要得到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对吗 这些长在河棒里的珍珠 而我是河中的精灵 我可以借给你这条腰带三个月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你能改正你的生活方式 变得善良并努力 你就可以保留腰带 但是如果你继续自私和懒惰 你就必须要把腰带还给我 并受到惩罚 拿着 三个月后我们再见面 德雷克自豪地系上了腰带 自明得意地回到了村庄 当然他从来没有打算归还腰带 他也从来没有打算真的改掉他自私和懒惰的生活方式 回还腰带 永远不可能 如果我不再来这条河 那么河精灵怎么能抓住我呢 第二天清晨 德雷克天刚亮就起床了 他来到村子里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腰带 诶 德雷克 好漂亮的腰带啊 你可别碰他 你那可怜粗粗又肮脏的手会把他弄坏的 德雷克 我可以戴戴这条漂亮的腰带吗 就一会儿 你竟敢这么问 德雷克 你从哪弄来的腰带 是你头的吗 不 我没有头 我是在河里发现了这些珍珠 你是在河里发现的 是啊 河里到处都是 他们生长的那些看起来像封闭的贝壳的小河棒中 村里的人听说了以后 有些人被贪婪冲昏了头脑 他们开始过度的补牢 随意的把网撒到河里 希望能抓到河棒找到珍珠 我找到河棒了 我又找到了一只河棒 好棒的珍珠 来吧 撒网 我们一定要得到那些珍珠 想想他们能卖多少钱 我们要得到那些珍珠 那些贪婪的人们用他们的网杀害了许多鱼 鱼网摧毁了鱼类赖以生存的植物和藻类 河流中的鱼的数量开始减少 这导致许多依赖鱼作为食物的鸟类和动物死于饥饿 人们大量砍伐树木来制造更多的船 导致许多鸟无家可归 船上的人把垃圾扔进河里使得河水变得很脏 德雷克看到了这一切 但他既没有为河流中的动物也没有为河流本身感到难过 反而为自己愚弄了那么多人而感到得意 三个月过去了 三个月过去了 河精灵 不 我要坐的就是离河远点 这条腰带是我的 永远属于我 德雷克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他突然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惊醒 他被迫从床上起来朝独木舟走去 他被迫坐在那只独木舟上滑向他遇到河精灵的岸边 从独木舟上下来面对他 德雷克吓坏了 他想尖叫但他叫不出来 德雷克 你终于来了 你以为你可以这么轻易地逃离我 是吗 我 我 你曾有机会盖过自新 但你选择了放弃 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表现的友善和勤奋 但你却学会了撒谎 我 我的父亲 你撒谎说你在河里发现了珍珠 人们相信了你的谎言 给我可怜的孩子们带来了灾难 你却袖手旁观 我 对不起 不 你没有 你一点也不后悔 为什么你呢 而不是其他人 你能呼吸和活着 是因为大自然通过树木 河流 动物 鱼类和鸟类 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你们人类 你们中间那些自私的人 应该受到惩罚 你 你要做什么 你和所有那些贪婪的掠夺河流生物的人 都会付出代价的 你们现在会变成动物 既然你们从不关心河流 从现在起 你们将不得不依靠河流为生 成为河中的动物 既然你们不尊重 自然赋予你们的生活权利 那么 你们将不得不长途跋涉才能生存 既然 你们认为大自然的慷慨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的生命将依赖于水 气流和季节变化 你和那些自私的人 将会永远这样存在下去 不 不 德雷克和其他所有污染河流的自私的人 都变成了赫 在河精灵的诅咒中生活 赫一窝一窝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河流附近 以鱼为食 当冬天到来时 他们不得不飞行数千英里去气候温暖的地方过冬 途中经历无数危险 而如果他们不迁徙 就会死亡 啊 我们人类真的很自私 河流和海洋应该把他们的珍珠都带走 这正是河精灵所做的 他把他的所有珍珠都深藏在河流的中心 使得他们非常非常难以得到 他把油的灰里有起来 对到河流之境 那他不想死 那他不是小兰 他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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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